三番市与湾区各城市迎来破级路炎热天气 多个城市气温破100度 为帮助民众降暑 三番市图书馆 游泳馆等多个公共场所 均提供免费避暑服务 让民众缓解暑热 专家建议居民多饮水 选择在清凉的地方活动 并保持与身边人的联络 三番市高温天气今日迎来缓解 但温区其他地区包括Contra Costa县 Freeman等地温度继续在100度左右持续高温 了解城市降暑措施 请登陆www.sf72.org